美国的超市 嗨 触影台 今天有大家来看英国的超市 我后面的超市就是叫做Waitress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间是一间英国高级超市 当然是没有什么伦敦Harrows 白货公司的超市 不高级 但以全国性超市来说 Waitrose就是高檔次 你看看牌名字 拆開兩個字其實是Waitrose 但英國人不會讀Waitrose 讀Waitrose 這間Waitrose也是在市外面的 不是在中心中 所以你看看牌也是一個簡單 比較簡陋的建築 沒有花款 但面積很大 Waitrose另外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當年 它的分店是沒有其他超市 比較少 但當年無論它在什麼地方開一間Waitrose 那個地方肯定那些樓價是會升 它是一個屬樓價的指標 因為通常去Waitrose買東西 都是比較 middle class的客人 所以它給人的印象就是 Waitrose的東西會比較貴一點 還有一般人會覺得 去Waitrose買東西會比較有品味 所以這些東西會比較貴一點 這個Waitrose其實是 屬於高檔似的超市而言 以全國城的東大超市 它是叫做最 它不算很貴 但是它屬於是比較 品質好的 一般人說它會覺得 它的東西是貴 這個東西我會承認 它是某些相等的牌子 例如判頭 它是會比其他超市貴一點 但是 那些樓價也會貴一點 但是它有很多時候 它是會做一些特價的 因為如果你是特價來買 它不是那麼貴的 而且它有很多優惠 Rachels最底的優惠其實是買報紙 雖然現在說是沒有太多人看報紙 那我平時是星期日都不會買的 通常就是會等到 星期日才買 因為週末那份就是 多點東西看的 那你見到它的 Promotion Offer 就是你買滿10磅 它就會送一份報紙給你 那好像 譬如我看開Sunday Times 星期日太吳士報 這份報紙是2磅90 那你買10磅的東西 送2磅90 其實也是很划算的 你會發覺我在Watress裡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拍到影片的 主要是因為 英國的私隱度比較大 那我不想在超市裡面 拍到其他人 那給其他Shopper 或者給Watress 這樣也不好 你也不想的 Anyway 那如果是下次有機會 我進去沒有那麼多人 那我再嘗試帶大家去看看 因為 英國每一間超市 它裡面的Layout 還有 進去的感覺 你也會覺得很不同 因為 英國六大超市 好像Watress 比較高級一點 有些比較平民化一點 那 你會感覺到有什麼不同的 其實 那下次有機會 再Show給大家看 這次是這麼多 Bye Bye